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电影中有一些神奇的密道或暗示可以藏匿人或者宝物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人把这些想法融入到居家环境里打造出了神秘而奇特的装置 嗨,科普拉,闪灵格今天带来五个脑洞大开的神秘家具 很多人都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泳池 但是苦于庭院面积狭小而放弃 于是隐藏式泳池就诞生了 泳池的上面装有一个升降层 只要按下开关,地面就会开始下降 不一会儿,一个有模有样的泳池就出现在了眼前 泳池四周还可以加装LED氛围灯 映照着泳池,显得十分美丽 当控制地面升起时,水就会从旁边空隙中流入底部 直至完全升起,水就完全消失了 泳池就这样被隐藏起来 如果既想保留草坪,又想拥有泳池 还可以设计成另外一种样子 只要按下按钮就可以收回甲板式草坪 泳池就隐藏在底下 这款隐藏式红酒酒柜 是设计师专门为那些房子空间狭想 而又热爱收藏红酒的顾客量身打造的 这种炫酷的隐藏式酒柜 是法国一家名为Polycaft公司发明的 它是一个圆柱形的地下装置 结合了传统酒窖和现代葡萄酒酒柜的优点 只需要按一下控制器,它就能从地下升起来 酒柜的顶部还能当作吧台使用 完全不会占用一点空间 当然这款酒柜的价钱也同样不菲 一台就需要9400美元 一般的衣柜只有单一摆放衣物的功能 而有些设计师却把衣柜充分利用起来 进行一些精妙的设计 例如这个衣柜后面藏着一个很大的储物室 里面豁然是一个空间宽敞的储藏室 这个空间大得不仅能摆放物品 还能当作自己的私人空间 衣柜后面除了打造成储藏室 还可以设计成浴室 可以将浴室的门设计成衣柜的模样 让它们从外面看起来浑然一体 这种精妙的设计十分节省空间 如今私家车已经普及 但是停车位永远都不够 不管是外出购物还是回到家里 想要找到一个停车位可真的是难上加难 美国旧金山有一家人在一楼的窗前 挂着一个不准停车的告示牌 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从外观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窗口 打开后竟然是一个十分宽敞的车库 原来旧金山的停车位十分稀缺 这家人受够了每天找不到停车位的日子 结果在自己家设计了一个秘密车库 而且宽敞到一次能容纳四辆汽车 有些人喜欢到酒吧释放一天的压力 和朋友们一起狂欢 在澳洲 大伦湾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酒吧 它的进入方式是你绝对想不到的 酒吧的入口是一台洗衣机 客人必须钻进洗衣机里面 经过一个神秘入口才能通往这家酒吧 不知情的人是绝对找不到酒吧入口的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神秘的设计呢 留言告诉我们吧